各位朋友大家好 本次的故事是 车祸重伤昏迷半月 颂咒重生 故事的主人公叫谢瑞村 台湾人 现年52岁 家住永和竹林路 民国65年11月 在他49岁那年冬天 从新竹 返回台北途中 碰到严重的车祸受了重伤 被台送到台北仁爱医院抢救 当时医生检查结果 发现脑出血 而且血液流入脑部 压迫神经 使他陷入昏迷状态 当时的情况 已经到了无法挽救生命的地步 甚至连医师也一再强调 已经回天乏术了 当时他任教于永和往西国小的太太 谢秀霞居士 在车祸发生后 每天都在观世音菩萨圣像前 持送大悲咒 祈求菩萨 慈悲加倍 以挽回丈夫的生命 这样持续不断地连续拜了15天 他的丈夫突然从死神的怀抱里 醒了过来 这简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在医学上说 他患的是严重的脑出血 脑震荡 瞳孔放大 神经反噬消失 这种情况 在医学判断下 是不可能再出现生机的 可是事实上 他的确醒了过来 而且病况一天天的好转 身体也逐渐康复 这种不可思议的奇迹 不是观世音菩萨在救他 还能做什么解释呢 好了 这个故事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听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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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